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科幻小说获得余果奖 谢谢 但是你觉得我这祝贺有点晚吗 呃 我们也是我获奖之后第一次见所以不晚 聪明啊 对 你刚得奖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请不来啊 所以说我这个祝贺也迟到今天 而且你看我我今天给你们搭配的你们俩有缘 对吧 太有缘了 你首先都跟清华有关系 对吧 咱们这个警方 哎呦 你又是研究物理学的是硕士 然后这个经济金融方面还是博士 现在在这个国务院下边的一个智库里工作 是吧 他研究经济 所以你说这是财女 现在让我们男的没法混了都 啊 其实这个研究员里面的女生现在越来越多了 就是女生还做研究员挺合适的 要不咱谈谈未来的女权问题 你觉得哎 这个未来这个你你认为女性会全面的碾压男性吗 碾压说不上就是各司其职吧 就是你适合女性的工作其实会越来越多 嗯 甚至像科幻小说过去咱们觉得是男性的这个天下 但是你的那个科幻被归类为是软科幻 对 嗯 我倒觉得像政治小说 没错了 而且我觉得你们俩还有一点可以作为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就是警方写的这个北京折叠啊 我在多个地方这个论坛上我都引用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是吧 可以讽刺一下社会现实的 就是说北京分成三个世界三种人啊 为什么我说这个吴军老师也有一句话把我给惊着了 对 说是这个呃去年年尾上有一个叫万物互联大会啊 对啊 您有一个演讲 对对 哎 当时吴军老师对未来的预言就是说未来的时代啊 只有2%的人能脱颖而出 98%的人都是废物典心 不是废物典心呢 这个数据不是这么算出来的 那您这话是怎么说 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当时不是有一个占领华尔街吗 对 那那百分之有些人就说我们是98%的 那我们反对谁呢 就反对了2%的 所以他们把这个人分成分呢 这么两个阵营吧 少数的得益于我们说得益于全球化 得益于科技进步等等这些人 那么还有剩下来的人这样子 所以是这么没有绝对说一定是1%还是2% 或者5% 但是呢总体来讲就是极少数的人会受益呢 比较多的人可能会就跟他们的差距会拉得很大 这似乎也是你在小说里看到的未来 对 我在北京折叠里面是写到说 那个时候可能大部分人是失业的 其实没有到2%98%那个状态 但是是会写到说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了 他们做不了别的 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但是在现实中其实我没有这么悲观 我会觉得未来的只是形态社会上会和现在不一样 但并不意味着有很多的那样的人会失业 因为有很多很多新的工作会会诞生 比如说什么工作 什么都可以 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很多的这种职业方向 已经和50年前非常不一样了 这个我们说的那种被取代呢 就是像机器它会很容易做的 像生产 它把工人取代了 但是呢 与此同时又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是就是新出来的 就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都会愿意为了看看大家聊天来来付钱 聊天现在这不就是一个工作吗 像您聊天聊的好的 这个就是一个职业 那未来的话可能有很多人他就专门负责聊天 然后聊500块钱天 这个也本身就可以成为职业吗 我们是属于2%啊 这个少 我觉得新的工作从数量上来讲 就是说很难弥补旧的工作的损失 那你如果看两个数据 一个就是说 美国数据说奥巴马为什么那个政策 大家那个对他的反弹 或者说那种负面的看法很大 就是说一方面他显得失业率在不断的下降 但是美国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就业率 这两加起来不是100%啊 就是说这个就业人口处于总人口 他当阵的这8年是美国历史上 就是过去30年历史上最低的8年 因为大家找不着工作不着了 这个就业率大概也就60%吧 大概美国就是 然后有很多年轻的这个人 大概有20%的年轻人是找不着工作的 而且年轻时候就找不着 一辈子找不着 哎呦 我我最近呢 就是思想上发生一个一个更新 呃 说起来呢 因为我总是马后跑 就后知后觉 我们这文科生啊 现在在你们这个理科精英面前 那简直就没法活下去 所以但是我也觉得好像是一夜之间 大概就是这几个月来 我收到的种种这个资讯呢 让我一下子意识到可能我们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 开始对 就是因为在我的身边呢 突然之间这个机器人 AI 人工智能 包括我们请来的嘉宾 没有 坐你这个位置 聂位平 前一日子 我家伙这alpha go的这个升升级啊 对对对 把这聂齐上 60盘全赢 突然一下子你就觉得这个时代 还有一点呢 就是哎呃 这个我跟吴京老师最近都注意到一本书 就以色列那个学者 对对对 未来简史 对吧 你看他这个让我们一下子就意识到好像一个新的时代 甚至说数据和算法这个词比人还重要了 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的生活已经受这个影响 就是我在我的智能时代也讲这个 就比如说你如果天天在淘宝上泡在这上面买东西 那个接受他给你的推荐等等 你实际上是被阿里巴巴的数据和算法在控制着 哎 你看马云那模样就像个控制这个 而且呢 我我就觉得你像咱们这个受党教育多年 我发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的是很难丢下 共产主义要实现了 哎 你就包括这个未来简史里讲的这个 哎 你说包括你这个北京折叠里面其实就是个阶级问题 那阶级问题在这个新的智能时代或者大数据时代 你比如说我在这个书里我我举个例子来讲 哎 你的小说里讲的是就说这些草根阶层将来的这个机器智慧啊 哎 就是纯粹我觉得是慈善事业才让你们扫扫大街 要不然把你们这活剥削你都没有剥削的价值太惨了 但是我在他这本书里他比如说他觉得啊 科技改变人类嘛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呃 呃 境界啊 就说下一个时代可能要探索人类长生不死 嗯 您在谷歌待过 您知道这个库兹维尔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他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主流的科学家 他说的靠谱吗 不太靠谱 我觉得不太靠谱 他说他要活到2045年 他说2045年人类长生 然后来又改成2039年哈 我听说他该提早一年 20452039差好几年 这个未来简史里说是呃呃 就是2033年好像是一个代 2050年还是什么的 有一个我我记不住他说了好几个年年代 反正是 你比如说我现在还注意到他很多种说法 咱就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的啊 比如说说现在有一个科研方向是发现那有一种药 嗯 很有意思 好像叫二甲双呱呀 那个字 你二甲双菇啊 什么的 因为就是说就是糖尿病 那个降糖的药 现在有些人发现呢 这个药很神奇 说这个东西好像将来也是能够解决人类衰老的一个一个研究方向 您有听说吗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类的这个这个细胞呃衰亡这个问题呃没有那么简单到了说某一种分子或者某一个基因就就能是他的问题 因为包括这个细胞死亡基因也挺多年前就有人在说这个事情 然后但是那个呃这个总的来讲它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但我不怀疑说未来实际上这个靠各种更新啊 这个生命会会增长 我觉得这个其实未来很容易是一个 对你看他说几个方向啊 就是一个是生物医学是一个方向 再有一个是这种人机互联是一个方向 甚至还有那个更悬的我记得您原来也提过 人的意识将来能不能存在一个芯片里 对这个昨天我们对也和一些朋友在聊起这个事情 实际上这个人的这个意识它跟计算机的那个计算机存储是很不一样的 人的这个意识它并不是在电脑里面就在人脑里面像一个静态图片就放在那 呃你你把你的意识存在那个电脑里面就像静态图片一样等着去访问 人不是人的所谓的记忆啊意识啊等等 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的意识就是你这个脑细胞的一组 你叫它放电方式吧 就是电话学 对对电话学 然后它是一个一个过程 就是你你你整个的这个大脑并不是说只是大脑 它和你身体完全相关的 就是你身上的每一个肌肤 你的每一个手指 你的眼睛 你的耳朵都是你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这个一个信号进来了 要经过整个这一个过程的处理 到大脑那边再处理再返回 所以呢你你如果光把这个东西传到一些一些静态数据传到电脑上 你剩下的一切全都抛弃掉的话 你这个过程其实就没法持续了 我是这么觉得 当然你可以说未来全都改成模拟的 然后呢你在电脑上也模拟的你的手的手臂的输入 模拟你自己的这个那个眼睛看到的 模拟耳朵听到的 然后还得模拟出你身上的所有的化学信号 因为否则的话 你因为人的很多意识是和化学信号是有关系的 你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 气甲身上腺素的分泌 所有的这些化学信号都会影响到你的思维 那你要每一个分子都得拿计算机信号去模拟 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是一个不太可能说真的是模拟出来你的这个意识 另外一个可能不太必要 我觉得 对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我这生死我是这么看的 因为我父亲过世的比较早 所以我就觉得我看的还比较痛 有生必有死 追求长生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人的 就是说 我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了 但是我一直也感觉说 这个世界上是有一种明明的力量 在它背后有一种明明的力量 在来控制着 比如说 还有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 自私的基因 对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分子 学进化论的一本书 他就讲说 我们实际上都是DNA的奴隶 我们身体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一个DNA的传承 那么一个衰老的机体死亡掉 使得我们DNA能够传承下去 这就本身 它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但是其实如果按照它这个理论的话 这个人就更应该不断的更新自己了 因为自己的儿女 只跟自己想50%的DNA 但是自己跟自己是享有百分之百的共同的DNA 所以如果一个DNA 它来做选择的话 肯定是不断更新自己 它是这样 这个DNA它是这样 这不是说你一个DNA 是这一种DNA 整个的 就是你把这个人类物种当成一个物种 然后再有那一回我跟KK在聊这件事 凯文凯利在中国也很红他 他说你看世界上只有一种细胞是不死的 就是癌细胞 是吗 对 癌细胞是可以不死的 但是癌细胞就导致我们机体死掉 那么所以也是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死 然后我们社会就死掉了 我们整个人类可能就死掉了 但是科学家 所以您能站在一个人文的高度上 觉得生死 对吧 为什么非要追求不死呢 可是智人他可不管这个 他只要一发现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他有一个道理 就是说比方说现在说这个基因检测 对 那么如果发现这个胎儿有什么问题 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 你比如试管婴儿 你就有个挑选 那说你掌握了这个技术 接下来你甚至有可能想 那我要修改一下呢 对 这现在很容易想到 基因编辑就是张峰他们搞了一个热 对 那你修改一下就会出现这个超好遗传的这样的人 不一定 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是两个 就是说一个原因是说 这个他的好多基因不是一个基因在控制 是多组基因 比如举个最简单例子 就是说我们色盲 这是一个基因在控制 你出现色盲 你知道是哪个基因 你把如果真修不好就好了 心脏病是好多基因控制 你修了那个 可能把另外一个弄得更坏 是有可能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 我前面还投过一家公司 叫做人类长寿 这公司就是追求人类长寿 这不是您也投吗 我投了这公司 就是说他研究抗癌治癌 他创始人叫Craig Winter 是最早搞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 得过美国总统奖 克林顿当时给他授的国家科学奖 他那天给我讲一个 他说根据他们的研究 他有五万个人完整的基因 全途补基因 他们搜集了 就说为什么得癌症 我们说污染 各种原因 食物 什么 他说92%的原因 说白了 你太老了 没别的 污染 所有这些东西供陷了8%的原因 他说人类基因老了以后你的坏了 就像比如一堵一个水坝千疮百孔 你如果修复好一个 你就相当于堵了一个小孔 你可能坏了一万个 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 这个水坝也不值得修了 人类现在其实基本上他们比较准确推算 自然寿命在115岁 个别人会长寿 偶尔有记录接近120岁 但是过去已经很多年了 大概就是每年的最长寿的记录 现在还最近很多年都没有超过这115 那您投的这公司 他们是做什么叫长寿公司 人类长寿 他是这样子 他就是说 他是一个其实是通过基因检测 然后帮助生物制药 那么比如他有好几个应用 第一个应用就是说 现在很多抗癌药 就是比如被张三管用 对李四不管用 那么他们最大的一个客户是基因泰克 就是做了抗癌药的那个公司 那么他就要搞清楚 为什么这个药对有些人管用 对另外一些人不管用 他们在基因上有什么差异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他提供一个服务 就是说大概差不多你掏1万美元给他 但是他成本没这么多 他把你的基因全图谱的做一个检测 完了的话 你未来有可能得什么病 他不断的给你跟踪管理 就是这样的 对有了什么新的治疗方法 对你这个病 或者说有些防治的方法 他及时通知你 他就是你 就是检完测完 他给你送你一个iPad 这以后他每天这些东西 他就跟这个iPad 就是随着你走 他是这样的 你说我看这本书啊 就从这个点上 我为什么我说 我就想起你那个北京折叠呢 就是他预示着 未来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可能性 就是说 说长生不死 这个技术最早那肯定是有钱的人 他能够掌握 实际现在就是有钱的人 就能有更好的医疗服务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科技啊 几何级数的拉大距离之后啊 哎将来咱不说不死吧 您能活200岁 我们这草根结藏 七八十岁就完了 我哎 过去说你马云有点钱 你王健林比我有点钱 这我也就忍了 对吧 对 刚才你不死了 我 不会不死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个超出我们人类 不叫上帝叫什么超级的力量 就是说他的存在的话 他制造了我们整个宇宙的这些规律 你实际上人很难超脱这个控制 在很多地方上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有人说 我们说叫知天命 什么叫知天命 就是说你如果相信说人的本事不是万能的 某种程度就是知天命 有您的科学家讲天命 不是确实这样 比如我老跟人做投资的讲这么一件事 我说你们要知道所有的市场 甭管是做风险投资也好 还是做二级市场的股票投资也好 谁都不是脑大 政府都不是老大 脑大是搞的是上帝 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你做投资以前 你对搞的要有一封敬畏 你不要觉得说我有多少钱 我能够操纵市场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做不到的 最终 当你们做的太离谱的时候 就像我们说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 是美国是告的会惩罚力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从我的对世界认知来讲 有一种灵敏的力量在这 就是这个其实可能是说 统计学 如果我们把所有人类当成一个统计学的话 从统计的角度来讲 可能还是会有某种稳定性 就是一个按照统计规律 应该如何 你所以一个人他做很多事 他这长期看可能是一个规律 然后呢可能整个社会 他稳定的会会平均在某个规律上 但是是否就是能够有人 就始终处于这个统计之上 就是就像抛音币一样 多少次都都在这个统计之上 你看您也是现在研究经济啊 你觉得这种贫富的矛盾 贫富阶层的这个固化和拉大呀 结合上这个科技革命 你预测在未来是进一步拉大这个鸿沟 还是有可能弥合这个鸿沟 就是实际上那个斯蒂芬平克 有一个心智探奇那本书里面 写到一个最根本的背露 我觉得那个是最关键的 他说人类社会不可能 就是永远保持 就三个状态同时 一个是公正 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平等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公正 就意味着多劳多得 然后谁干的好 谁就挣的多 这叫公正对吧 然后呢 自由呢 就是你得的东西 你可以自由分配 想干什么干什么 那么所有人的人性 都会把自己得的东西给儿子 然后给孩子 然后这样的话 就达不到平等了 就意味着说 多劳多得的人 他的孩子先天的就多 然后积累下去的话 这个确实是会 所以实际上 如果你看这个长期历史的话 那个为什么人经常 我们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我们一段时期繁荣 一段时期乱 就是有的时候 这种张力 这种积累 某些人积累的太好了 另外一些人 什么都没有 这种状态到了一定的程度 矛盾太大了 然后社会就重新打破 重新洗牌开始 然后未来的话 这个科技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先不说这些人不死 他们如果能够基因修改的话 那么其实可能就是在某些方面 像您说的改得更优化一点 是有可能的 就是会积累到超出一般人的一些 这个就是先天优势 我觉得是有的 所以这个 但是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 冥冥中有某种规律 使得人类社会回归到平衡的话 那可能就是还是会社会不稳定啊 这个重新洗牌啊等等 听上去希望都不是太大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当然刚才吴俊老师您讲这个God 明明这上有个God 我现在发现呢 你看我通过看这个未来简史这个书 包括您的智能革命啊 我觉得这个God是不是也可以除媚了 就是他 他这个上所谓这个上帝是什么 比如说现在这有的人他就提出啊 就是您讲的万物联网 最后这个数据 就整个人类社会 从一个个体到一个国家到一个地球 无外乎就是超级复杂的一种算法 那么这个God指的是不是这个全数据的这个处理系统 那么这个全数据的处理系统 你看啊 咱们举个例子来讲 我又想讲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啊 其实我觉得他他完成了一个第一阶段 对 就是说人的异化 嗯 他就发现你看 像桌别林那个生产线上的一个工人 他就会拧螺丝 他就会拧 他不知道他拧螺丝跟他最后产出这个东西之间 是什么关系 但人就变成一个一个工具 甚至是最后产出的那个利润 决定了这个拧螺丝的这个人 还有没有必要存在 对吧 那么你像未来简史这本书 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这个都是这个算法 比如说您也讲过将来一个城市可能就是一个超级电脑在控制 对吧 那么这个规模啊 我们要无远福建放大的话 有一个忧心 就是说会不会有一天这个超级算法认为你这个人也是其中维持我这个系统的工具和环节之一而已 那么我为了更有效率的运作把你灭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或者说你要说这个尬的就是这个冥冥之上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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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命的话 那无数物种的这个灭绝也都是这个超级算法的选择 对吧 你不能适应环境 你可以这个那个自然选择 他就是讲的这么残酷啊 就像个剪刀似的 看你这个只子不顺眼就给你剪了 你这物种就灭绝了 对 这是过去的说法呀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目的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人说我们想要剪头发是为了美观 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有一个价值观是美观 然后我们想要做一些身体上面的修改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病我们要给他去除 如果你要想到说现在有这么一个超级智能 他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如果他他已经全球联网成一个超级智能 他的目标到底是说我要更好的利用这个心情吗 还是我就是因为对于他来讲没有说我要弄得更漂亮一些 或者说他是到底是想要保留更多的人对他来讲是好 就是让人繁衍呢 还是他也不需要人 他不需要人的话呢 那对于他来讲什么是他的目的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么强的目的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生物我们有这个生存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些星球 你比如举个例子啊 将来咱就说这个超级智能共产主义实现了 对吧 那么按照你北京折叠里的说法 那这个智能也许比如他感觉到啊 实际上这个人干的活机器都能代替 对 那么所谓的草根阶层是吧 也不是让你们扫大阶线 哎你们都到海滩玩去吧 对 就把你们你们都玩去吧 对吧 不用你们了 那你说这对人类是福还是货 这个在内其实有一个动画片 就是那个娃里 那个动画片 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在那吃薯片 看得起来一件事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可能更有 就是其实是更有前景 不是就是更有可能性的一种 你说不上他是好还是坏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possible的 就是说现在不是也有很多人提那个 就是共同收入 然后你有了给每个人都发那个全都平等的收入 你们也不需要工作了 基本的 对 基本的收入 然后基本收入 你就拿着这个钱去娱乐吧 然后这个是有可能会 对 你全人类去享乐 但是享乐肯定娱乐至死 最后你这个退化啊 对 这是有可能出现的现象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事 就是说第一个呢 机器本身是人造的 他还 不用太去担心他控制人 但是制造机器这些人 他在背后控制人 这是将来非常可怕 就是说你说这整个城市是一个大的机器 或者整个国家世界 接着